Hello, 大家好, 有我小新先生 今次就和大家坐一坐時光機 去到1997年了 1997年有什麼東西這麼過癮呢? 就讓大家看看吧 當年這個孩之寶的Kenner 就是出了Star Wars一系列的 類似12吋的Action Figure 今次一個就是爪娃 話說之前就迷上了爪娃 覺得它十分可愛、有趣 上網無意中找些拍賣 已經看到這隻爪娃仔 非常可愛可愛 原來它最重要就是 除了布衣的Figure之外 它就是一個著燈的功能 但很可惜地 因為它全身的關係 那些電應該在裡面已經流走 已經沒有電了 所以後面有Try Me Try It 令到它的眼睛會發光 現在當然搞不定 就要拿出來換電 還有它後面看到它還有一支爆能槍 應該不是一支子彈還是什麼 待會拿出來看看 包裝都很壞 而且都很殘殘 但起碼都保存到Figure 看起來都很帥 這隻的吸索 有一點黃黃的 因為吸索真的很難搞 日子內座有機會變黃 另外旁邊看到 一個很棒的官圖 叫做形招 看到它的樣子看不清楚 那對眼還有一點走焦 實焦 很棒 另外這些相片 另外後面也會告訴你 Corect Demo還有什麼 就是尤達大師 爪娃 和R2D2 1997年Cana的玩具 現在就開出來看看 真的很期待一下 以前的玩具有什麼趣味性的玩法 開了外蓋之後 就拿它出來 拿它出來看看有什麼 咦 後面還有張紫玉 好 首先我們看看 包裝以往很流行 就是一個 一個叫做彩色的底卡 硬卡 就是紫皮 另外後面 說後面厲害了 當年有一期 那些玩具很流行 就是用鐵線去包住Figure 鐵線有什麼好處不好處呢 鐵線包住Figure 就讓它穩陣一點 不會掉出來 但是就會令到 尤其是布衣的Figure 就是綁住了之後 就定了形 整條被鐵線綁住的那條狠 就永遠都在那件布衣 搞來搞去都搞不定 除非你幫它洗衣服 用熱水 然後令它變回形 如果不然的話 那條痕跡都很明顯 還有以往我們玩的玩具 拆鐵線 拆到阿媽都不認 手指痛 尤其是Bandai之後的SIC 也是這樣 好奇怪 好 就有一些鐵線 另外有張紙 貼住了 就Joy the 已經叫你參加官方的Star Wars Fans Club 應該就是外國才可以去參加 這個就是 還有就是 記得交會費 是不是交會費 對了 最實際是 19.9毫半的這個 就可以參加這個 membership 好 另外就 有張東西 看給你 是不是一張說明書 沒錯 果然這張說明書 就教你怎樣換電 記得準備一個螺絲批 就是拔開電池蓋 兩顆A76電 A76電就是LR44 事不宜遲 我立即開出來和大家玩一下 好 鏡頭一轉已經幫這款玩具重新 讓它可以重新入電後 回復亮燈效果 好 首先就剛才背部 打開它後面屁股 有件衣服 後面有個電池蓋 上螺絲 拿它出來 拿那顆電出來 果然跟想像中一樣 電池應該都流水 隔了這麼多年 由1997年到20 想想幾多年 然後清理完 酒精之後 幫它進入新的電池 就可以亮燈了 好 那我們就一起關燈看看 好 當然 現在關了部分的燈 另外 後面那裡有一顆按鈕 可以按它 不過以前的玩具 要怎樣呢 要按實先開燈 要是你一放手 燈就不能開 所以就是要你自己長時間 如果你想玩燈的話 要長時間怎樣 自己按軌的按鈕 亮燈的效果都挺有趣 以1997年的玩具向的 或者是成人向的收藏玩具來說 有這個功能當然很開心 可以亮燈 亮燈之後 頭部還可以輕微轉動 看到它的樣子都很癌 那些癌癌癌癌癌癌 其實也是那些布帶來的 包住了臉 所以你會覺得它是癌癌癌癌的 那些布來的 好 那我們先幫它把它套好看 讓它成小精靈的樣子 好了 那我們現在不如繼續開燈 繼續說吧 嚇到它都掉了 好了 這隻東西一拿出來上手的時候 有一點輕微的 就是出油的膠 因為膠實在太長時間的關係 有這個情況 沒有辦法 另外你看到 兩隻腳 一隻很亮 一隻就很啞 因為那隻就出了油的關係 其實都是大致上大問題不大 好了 另外那件衣服 我覺得那件布衣服也做得很漂亮 不過是不夠貼 會彈起來 因為它貼服一點來說 象徵度會更高 但在說的是1997年 玩具向的一個模式 所以當時也不會想到那麼多 有這些來說 已經算是很漂亮的 當時的玩具質素 另外後面的膠帶 都製造了孔和凸出來的儲物 可以刺下去 另外旁邊有個位置不知道可以放些什麼 待會就跟大家看看可以放些什麼 可動其實都比較差 兩隻手可以上下轉動 雙腳就是向前踢下 頭可以左右輕微轉動 基本上好像以前我們玩的尾玩玩具 都是五個可動關節 就是手手腳腳和頭 我們小時候玩的玩具只有這麼多關節 多都沒有 另外配件方面有什麼呢 剛才也說過有一支槍 一支槍 這一支不是爆能槍 這一支就是另外的一支槍 另外有一條帶 你看到可以夾在底部 讓它拿著一支槍 好 我們先試一試 首先把槍帶放在底部 另外把槍帶放在底部 另外把槍帶放在底部 好 這樣把槍帶放在底部 好 這樣把槍帶放在底部 另外把槍帶放在底部 有些鈍的感覺 但是這支是97年的產品 買它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喜歡它 就是97年的設計 我覺得鈍也是有點可愛 非常之過癮 好 另外還有一個配件 剛剛也說過 在包裝盒子上 黑紋蚊 有一個吸索包裝 你看不到是什麼 大家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究竟是什麼 我研究了很久 一開始包裝盒子 以為一顆子彈 真的這麼大顆 定雲是一個電子零件 但看起來又有差 有點像一把光劍的頭 劍柄 究竟是還是不是呢 大家可以 如果有些聲戰的高手 可以告訴我 我都想好好奇 究竟是什麼家夥 究竟是一個普通的電子零件 定雲是一個光劍的劍柄 如果是光劍的劍柄 那是屬於哪一個呢 如果是一顆電子零件 當然就不需要去深究它 好 那一個就應該可以塞進去 這個孔那裡 因為這個孔 塞不到一支窗的 我們試一試 暫時塞在它那裡 這個不知什麼的家夥 好了 現在就搞定了 一隻1997年的爪蛙 好 那不如量度高 看看它的身高有多少 很好奇 好 量度高之後 發現它大概超過了六寸半 六寸半 未到六寸半 如果跟我們之前已經推出過的 那些 Black Series 比 那就是 咦 好可愛 好像多了一個兒子 大媽和兩個兒子 好搞笑 好 那就是這個 1997年的鞋子寶的爪蛙 好了 它當時除了這個布衣 這小小的爪蛙 還有R2D2 還有尤達大師 另外還有其他的主角 奸角 白兵也好 都出過很多 當然是12寸 比例是大一點的 其實現在市場上 這個系列的Figure 其實那個 炒賣度其實不算很高 都比較偏低 因為可能那個 樣子的問題 就真的實在太可愛了 現在看回 那些人就沒什麼興趣入 那所以其實那個 價都幾低下的 那如果有興趣 喜歡懷舊 又想入手下 來玩玩玩 都可以無妨 可以找到一些很漂亮的價錢 好了 那今集的這個 從大家坐時光機 回到1997年 玩這個爪蛙的Figure 時間就差不多了 好了 那下集我們又再見面了 就這樣吧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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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